HELLO 新浪娱乐的网友们,大家好,我们是TIBOYS 因为2018也过去了嘛,请三文先分别总结一下,就是过去一年对自己最满意的地方以及最遗憾的地方 嗯,2018最满意的地方就是过了非常充实的一年,然后遗憾的地方就是,嗯,还是想要,还是没有完成一些想要完成的东西嘛,对,想在 太多了,这种事情,就,就有自己私人的事情也有,就是想,就是跟大家工作的一些分享的事情也没有完成了 我的话,2018就是还做了蛮多事情,有出歌,然后有拍戏,拍电影,都有做,那比较遗憾的就是觉得歌还没有出到那么多那么好的,对 嗯,比较晚一的事就是,嗯,有自己的各种各样各个方面的作品,然后上了大学,然后也成年了,然后比较遗憾的事情 遗憾的事情可能就是自己私下的生活时间可能还比较少 嗯,因为在去年一年,TF也成了全年的成年团,那成年之后,然后做过最爽的,或者最想尝试一件事是什么 嗯,其实我,就,就,就,我应该就是,就是拿到驾照,开车吧,但是其实我,我已经成年一年了,还让他们来回呢 嗯,我就是觉得还好,就是,终于回家,可以跟家里人喝点酒了,他们也不会说我了,对 嗯,刚成年差不多一两个月,啊,就觉得跟之前生活没什么两样,差不多 有很多体验到成年那一块,嗯,那,那我们现在,小凯来先回答一下个人的问题 因为你刚刚已经有家照的问题,然后可以评价一下自己拿到家照以来自的秋季有个季度 嗯,我,嗯,其实我,我,我,我就是小时候跟我爸一块出去,就比如我爸开车的时候,我就跟会,我爸就会跟我说 所以我考驾照就是比较快,我都是一次性过的那种,嗯,开车也没有,就经常开,就还是那样,就,不会出事儿,反正就是遵照交通规则开就行 你现在开车去过最远的地儿呢? 嗯,最远的地儿,嗯,我,我都是,就是,可能出去,就是自驾游啊,就,都是跟我,就是,都是,就是,就是,轮着开,我不会一直开很久 嗯,嗯,当然我也是怕别人累,所以,嗯,交换着开 那问一下小哥,因为之前也有一个出国读书的决定嘛,好像大家还蛮佩服的,然后做这个决定大概是,经过多久时间的考虑? 多久时间的考虑就是,就是,就是一直在纠结嘛,因为,你得想你的事业,你的生活圈子和你的想要做的事情 但我觉得,现在就是一个,作为一个成年的男人啊,就是,你做什么事情呢,你就得,对自己负责 你做了一个选择,就别后悔呢,就是,不要忘了你为什么来,你要,不要忘了你最初的初心,对 那在异国他乡,最期待的部分,然后,以及,可能现在最担心,最害怕的部分 在异国他乡,最,最期待就是回国,肯定,对,对,对,但是,没有那么着急了,就还好还好 嗯,那现在是天气,因为今天在大冰小巷,然后很多人也会说你很有孩子缘,孩子都很喜欢你 你跟孩子相处有什么小秘诀? 小秘诀就是,啊,跟他们,用平等的身份,一起去说话,聊天,然后玩,啊,然后,就是多理解理解孩子们 然后去,在他们的角度多想一想,就,就能跟孩子们,稍微聊得来一点 嗯,那所以比如回家,在第一个经济小孩的时候,一般会怎么组织这帮小孩玩什么? 啊,一般,就太多,太闹的时候,我一般就,啊,稍微,稍微,就如果我管控不了的话,就稍微离他们远一点 那我们现在还是三个人回答的问题,因为平日粉丝会对你们提各种要求 如果你们在心里年龄分别给粉丝提一个要求,就可以比较好玩的一件要求,你们会分别提什么? 来,小凯先生,来 嗯,好玩的要求 嗯,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吃得白白胖胖的吧 嗯,我希望所有粉丝都能心想事成吧 嗯,对,要求就是希望你们能做好自己心里面想做的事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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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